在这个西方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人类的命运终究要由自己决定 而华夏人皇在关键时刻停身而出 成为所有人类唯一的希望 就在刚刚 宙斯和奥丁面对路西法的失败恼羞成怒 竟然不顾主神脸面 无耻的质问东方大神女王 以东方可有人类敢站出来 此一句极为聪明 可谓一语双关 只因为他们实在害怕 东方再杀出一个七天大圣 而就在这时 竞技场的巨大石门竟突然轰塌 一声巨响过后 竟飞出了白米远 而在那片黑暗中 一个面旁刚毅的男人 缓缓的走了出来 他手持古剑 不怒而为 这天空之上 乌彩光芒大圣 似有金龙盘旋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人族最后一位人皇 骤王帝心 他的出现 让奥丁极为欢喜 能够迫使人类出战 正合他意 这个时候 随着他的一声召唤 八族神马 斯雷普尼尔飞奔而来 是由洛基亲自作伤 堪称西方第一神马 只在瞬间 奥丁骑着他飞至场中央 他坐下两匹神狼 来回徘徊 还真是无比的威风 他朝着帝心说道 你只是东方人皇一后裔 谁给你的勇气 站在这里与我叫嚣 此话一出 他本以为可以完全震慑 眼前人类 却没想到 这人族最后的人皇 蔑视的看着他 只说了句 许多年前 东方也有个神和孤 那么说过 不知道你的命 有没有他的用 这奥丁听后 眼睛寒忙闪过 永恒之枪瞬间出现 他枪头指天 顿时乌云密布 突然一束顽口大的雷柱 冲天而降 只劈咒王 而奥丁坐下 其中一匹神狼 也是快如闪电 张开刁牙 死死的盯着 敌人的脖子扑了过去 可没想到 人皇帝心 他务必淡定 他仰天大喝一声 这雷电竟随之消散 原来这天上 一直有金龙盘旋 正所谓 云从龙 风从虎 那暴云竟被金龙一个甩尾 直接拍散 勒电也随之消失 可这还没完 那金龙一声长啸 直直下坠 竟一口咬住了那匹神狼 将其狠狠的甩飞了出去 就在那么一瞬间 场上的观众极为安静 这东方人皇 与西方神王的第一回合交手 竟如此惊心动魄 而下一秒 周王手腕一横 这古剑的果木随之散落 只见其剑身孤朴 一条条神秘的血色纹路 似乎在封印着什么 这个时候 地心高举骨剑用力挥出 一道霸道无比的剑气 而顺势而出 敖定布置对方底细 没敢应接 从坐骑身上高高跃起 而周王双腿用力 一剑袭来 这西方神器永恒之强 和东方神秘骨剑 也是第一次正面交锋 突然敖定枪身一转 弹开骨剑 竟直接刺向 人皇地心的腹部 此一击 敖定势在必得 人皇地心毕竟肉体反胎 绝对扛不住 可没想到 下一秒七季发生了 枪头距离地心半米处时 停滞不前 见此一幕 奥丁眉头大皱 只见对方的身上 隐隐地盘踞着 数条金龙 当地心平稳落地之后 九颗龙头缓缓升起 知识奥丁 而那把古剑的血色纹路 忽明忽暗 封印在里面的力量 也忽之欲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人皇地心的声音 传了出来 无耻的西方诸神 我华下的愤怒之火 必将你们燃烧殆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